另外多伦多也有一群华裔的年轻人 希望透过举办音乐会 以及异麦的方式来支持中国的赈灾行动 记者王翔的报道 多伦多本地华裔音乐人卢冠权 有感而发 写了这首名为破口的歌曲 希望可以借着音乐来为及灾民的伤痛 表达对他们的支持 这首歌将在由非盈利组织 Across You Hub即将举办的正在音乐会上 与其他歌手的创作歌曲一起与大家见面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在北米 他们不觉得这大的事情 我希望透过音乐 可以帮助我们的年轻人 能够表达他们的关心 表达他们的爱痛 这场名为有感而痛的青年音乐会 将于6月8日星期天下午7点到9点 在释迦堡3223号Kennedy Road举行 有很多志愿者参与到筹办活动中来 我知道那不是我 而我们的朋友们 可以联合成为支持中国人 我自己不在中国 帮不上忙 圆水解不了进口感觉 所以我很想 在异地他乡 和大家联合起来 表示我们的心意 主办方还特意为木款 设计了限量版的T恤衫 希望可以募集到更多的款项 许多本地的青年音乐人 都为这场音乐会而创作了原创歌曲 他们还表示将把这些新歌录成张CD 在音乐会的现场意卖 主办方表示 音乐会当晚所募集到的全部款项 都将交给加拿大世界薛明慧 以做四川赈灾之用 Omini News记者王翔报道